韩国女星宋慧乔日前为时尚杂志拍摄的海报公开 画面中今年6月离婚的宋慧乔久违的在左手无名纸上戴上了戒指 被指疑似是和前夫宋仲基的婚戒 因此纷纷猜测两人可能是复婚了 但是据电视圈相关的人士表示 宋慧乔和宋仲基的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能详细的解释原因 但可能性可以说是接近零 而相关人士的这一说法似乎也再次证实了 宋慧乔和宋仲基在婚姻中确实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才不得不分手 由此看来应该是难以挽回的事 另外宋慧乔近日去了葡萄牙度假 并不时通过社交网站分享个人美照 但是画面看上去就比较忧郁 不知道乔妹妹此行是和谁一起出去玩的呢 粉丝都希望偶像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